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代人重养生 紫米搭配鸡胸肉 便当走低卡路线 一份约300大卡 是一般便当的一半热量 低卡的我觉得还不错 如果尤其是中午的话 因为想要瘦身啊 美容啊 饭店便当进驻 抢工转运站潜在人流 以近五年捷运公司统计 商圈临近的捷运站进出人次 南港站增幅89.2% 站居第一 松山站增幅29.3% 居次 再来是世贸台北101站 未来也会跟着捷运走 是一年是年迈20万个 那像我们单日最高的 这个便当量的话 可以到2500个 这样子的一个好成绩 外带便当拿了就能走 符合转运站快步调节奏 日本餐厅也插起百货美食街 台式肉送和后代 餐肉卷成饭团 方便带着走的包装 高档百货也招揽五星级饭店 开便当专柜 抢通勤租商机 三菱文陈军军 欧雅婷 台北报道 台北idental